大馬路上兩名白衣男子與殺石車司機 就站在路中央擋劫對嗆 這件殺石車司機手上還拿著長棍要自保 目擊駕駛下車趕緊在中間勸架 就怕演變成肢體衝突 原來兩名白衣男子是游客 和朋友一群人來澎湖玩 不過他們浩浩蕩蕩的騎車 卻全都沒戴安全帽 還違規跨越雙黃線 直接左轉完全無視交通規則 事發就在九號下午四點 整群不戴安全帽騎車的遊客 疑似不滿殺石車司機按喇叭示警 在路口處雙方下車理論 目擊民眾隔開雙方勸架 避免衝突持續擴大 不過四月才發生 游客因行車糾紛為歐 澎湖在地司機引起民眾公憤 這回又是在大馬路上 遊客違規還嗆瞎 和澎湖居民爆發衝突 三立新聞 翁鰻魚 胡佳鑽 澎湖三訪報道 游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